哈喽,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一日研讨会的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的成功之路,也是我们最精彩的一部分 今晚呢,我们邀请到我们一位很心地善良的一位领袖 来做我们的第一次采访 就是呢,是他的处女秀 也是我的 所以呢,请大家多多的鼓励鼓励 还有多多的包涵 谢谢大家 好,有请我们的领袖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的玫瑰大师 也是大家所谓的Sindy善良的Sindy Sim 也是马来西亚的领袖俱乐部成员之一 欢迎欢迎 谢谢 欢迎Sindy 好的,今天是你第一次接受访问 其实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是知道你之前是有从事很久的保险行业 可是我对你之前之前的背景呢 其实真的是不熟悉 我相信在场的观众们也很想知道 到底这么Sindy善良的一个领袖呢 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 好,今天我就把我的从小的背景就来个给大家知道 我是来自哪里 我是来自一个 大家有看到那个图吗 我是来自一个巴西布朗班 就是在一个瓜拉雪兰河的一个小村里面 可是我们的那个称号叫地方的名字叫巴头 然后那边就是类似的我们想象中的那种高甲屋 屋底下是水的 然后我们每天都是真的跟那些水生啊鸟生啊很清晰的 我就是成长在一个小小的遗村里面 可以说我从小 我就是给我的哥哥和姐姐带大的 然后我的妈妈 因为以前家里穷嘛 就小的时候她就一直从外面去当人家的来嘛 这样子 这样 情绪有点激动因为讲到小时候的东西 这个很自然 因为心地善良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我也是小的时候算是蛮懂事的吧 我小学的时候三年级四年级 我就会做鱼丸啊捕鱼啊鲨鱼啊 我都会自己怎样去上学 所以我懂得我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小村姑 很多人都是叫我一个小村姑吧 然后在那时我真的是很天真活泼 没有烦恼的这样子 在我的小的时候我就一直跟我姐姐 跟着我姐姐这样子成长 我姐姐很厉害做家务 然后我就跟她一起 然后在我的小村里面 每一个人都会知道 这个心地真的是很懂事 虽然是这样子矮矮胖胖的 可是真的是蛮懂事的 然后当我的哥哥姐姐她们都各有各家 娶得娶 然后剩下我一个这样办呢 所以在那时我还有一个哥哥 最小的哥哥 还有那时还有爸爸还有在 我爸爸呢就是一个不大会顾家的 她是只会喝酒 然后就会到处喝醉酒了 回来就会打我的哥哥打我的姐姐这样子 可是在这里 我是被最疼的那一个 可是我是会管教她的 当我姐姐和哥哥已经家了 就剩下我一人讲办 然后我还有一个哥哥是有 很坚持 然后我一边要读书 一边要照顾她们 然后我们的家用那些是怎样来的 就是我的妈妈 看来真的很不简单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身世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 她这样的经历呢 才会造就了今天的心地 对 这样在那时候呢 我怎样从我自己的个人的生活 那一时的我在中邪的时候 我就懂得说 我自己的人生 怎样自己去负责啊 然后我就一直在争取 在我的 After Fong Fight的时候 我就争取出来 巴胜这里 一个 城市 来求鞋 在求鞋的那一单儿呢 因为家里不是很富有 然后不是很有钱 然后那时呢 我就 就一边读书 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 怎样出来是会工作 就说你在中学的时候 你就开始在打工了吗 中学的时候我都会在打工的 什么工作啊 就是帮人家 就是做Promoter这样咯 就是做简单的Promoter 可是出来巴胜的时候 我已经是要求是读 那一个College的 我是读Accounts 然后我也是 凭着我自己的那一个努力 和我的那一个能力 这样子 我就 慢慢的 就 有考到我的那一个 LCCI的文凭 然后过后我就去找一份正式的工 然后在这里很多人说做工要做多几份 才能成长 才能拿经验 所以我的第一份工就是成为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助理 那个书记的助理 然后再来做了一两年 我又在变动 到转到去本地的一间过牌公司去当一个Fullset的Account 就是在那边就认识了有管理的一间小账目吧 每三个月都要承报那个账目这样子 然后在那里我就认识了我们的上线 然后在那里慢慢的 可是在那里带了几年 三年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 也不会多 过后呢 我就 觉得这样子的生活不是我要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再这样子下去 我的那一个工程能够去到哪里呢 我再给我在这边再多十年 如果一年给我加薪到一百块两百块 那时的加薪也是大概是这样子 这样十年我才有一千块两千块的那一个薪水 这样到十年后我的薪水还是这样子 不能爬到我的那一个五位数的薪水上 所以我就在这里的在这期间呢 我就跑出来跳出来就当那个保险代理员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以我们所认识的Cindy呢 虽然是从事了保险行业很久 可是呢她好像并不很擅长讲话 也并不很擅长交集 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这个想法呢 就是从事保险行业呢 是真的是一直要跟她讲话 就是社交集是怎么样让你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我去当这个保险代理员呢 也是我看到我自己本身的家人开始的 因为我家里我的那个保险的代理员跑路了 这样子没有那一个责任在那一边 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我家里有发生事情了 我就帮我的家里的人做那一份Claim 然后在这里我就觉得说 其实当一个保险代理员也可以帮到很多人啊 不一定人家所谓的说一定要陪人家做一些 人家所谓的不擅长的事啊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我就用我的心 我真的是出自于我的心去经营这一份保险代理员 然后在那一时我也是建立了很多我的人脉 建立了我一些身边的朋友对我的那个心呢这样子 所以慢慢的我在保险界里面也当了13年的保险代理员 那收入呢?收入可观吗? 那一时的收入我也是不差 几乎大概都是好过我在打工的时刻 就是大概有 不过13年喔 才有会达到慢慢的达到五位数 几乎 可是我在那一边我也是用心的在经营 然后几乎我每一年都会达到我的理由奖 就靠我的个人的劳力啊 就是讲13年 对 就是用了13年的时间 是建立了很多的人际关系 可是那个收入才刚刚过五位数 对 13年收入五位数也真的是 花了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才有这一个收入 这样子慢慢的我又觉得 我自己越做越累 这个因为是我做个人比较多 我那一边带不到人 觉得一个人越做越累 越辛苦 这样子下去也不是办法 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要寻找一个 可以给我有持续的收入这样子 然后在建中就在这一个2015年期间 就给我一到我多年来的那个朋友 然后还有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在保险里面的 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宝客 这样子 所以他就跟我分享说 这个不错 可能你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在那一边他也是借用这个东西 然后也借用说要介绍他的朋友给我认识 这样子 然后就去那一位朋友的家 这样我又想到 我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又是宝客 所以我们就去那一位朋友的家 也是为了要卖他保险 这样子 那一时的心是要为了卖他保险 然后呢 建中他就跟我讲说 这一个整个爱多美的那一个趋势 那是刚刚的时候 整个爱多美的趋势是怎样 然后又给我用试用产品 然后那时的我我真的不敢相信 带到他的家 讲的不是我的产品 讲回他的产品 讲到半夜我才回家 然后真的 在那时我就一直不断的在查询着 到底这一家公司真的能不能去经营 因为我毕竟在保险行业做了13年 也不容易 然后也不可以随便说 讲放弃就放弃 就是你听了那个爱多美的分享过后 你回家半夜三经 听讲是半夜多少点 三点四点吗 对半夜三点四点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兴奋 半夜三经把丈夫咬醒 你不怕你丈夫会怎么样骂抽头吗 所以在这里就是啊 我跟他讲 我真的是遇到一个商机 不过这个商机真的是 我们要去听听看看 然后看这一个商机真的是 可以给我们带来是一个将来的一个事业吗 这样在这里我们就 一夜的时间去见我们的大商线 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说 这一个是怎样的是由韩国产品 然后相信大家都有听到我们刚才所谓的有公司背景 这样强大的公司背景 然后都是然后又去到这样多的国家 所以这一家公司一来我们都不怕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从他们的之前的事业里面失败中 可是在爱多美真的得到我们的董事长的鼓励 董事长所给予的都在这里一一的成 把他们的梦都圆满了 圆成他们的梦了 这样最重要的就是我听到一句话 我们的前辈所讲的每天睡觉起来我们的腹口就有钱进 然后每个星期这个旧钱还没有花完 心钱又来是真的吗 我就是觉得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样是真的在这里我到今天我也实现了我小小的圆梦 就是每天睡觉起来都有钱进我的腹口 可是真的一定要有一定的付出 才会有今天的那个成就这样子 嗯那其实在爱多美呢 它是怎么样改变了你的生活 嗯在爱多美这里呢最重要就是 因为我真的是真正的看到它是真的是高品质低价格 因为以往的我一路来就是很厉害去应酬人家 买的都是昂贵的产品 品质也是一般而已 在那时我的老公就会讲说 你看整个树装台都是你的东西 又不会看到你美到哪里去 我就有时给他这句话 真的是不懂要怎样去回复他 所以今天我在爱多美呢 我就是可以在这里 我用到真的是很有品质的东西 五年加美的东西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去分享 分享我的身边所有的金盆旗友的人知道 然后令他们真的 你们要看懂爱多美 啊讲到这一方面的话 就是呢其实我们也是知道 Cindy之前一路走来在爱多美 真的是不简单 因为她也是有很彷徨的时候 然后她的收入呢其实是 一时候蛮平稳的 有时候呢就跌到一个点 然后再起来再跌 就是这个上上下下的起伏呢 让你怎么样再继续坚持在爱多美啊 是因为在那时为什么颠覆 然后我又想到 可能在那时我有看到的 然后我就很坚持 然后我们的意志力很重要 我们的人量也是更加重要 因为人都是有高潮低潮的嘛 可能有时候 然后而且爱多美给我的感受是怎样 我又有一个机会去到国外 去闯一方事业 这样在那一时 我就是有去到印尼那一边 那一年那一整年真的是 这边又要兼顾那一边要兼顾 所以我在爱多美的祈福也是蛮大的这样子 可是呢 建中真的也是很感激很感恩 我真的选对我这个事业 因为在去年的MCO里面 给我以往的那一个事业啊 我真的我们的家不懂怎样过话 真的是会面对我们的经济的问题 所谓等等 因为我本身有三个千金三个女儿 这样子 然后又要供车供屋 那三个女儿也不容易啊 所以真的爱多美给到我今天 可以超越过我之前的那一个收入 就讲你用13年的时间来达到五位数的收入 然后你在爱多美呢 只用了四年的时间 就已经在领袖俱乐部了 那很想知道 就是在MCO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就没有收入啊 然后很多人就被裁员了 这方面的问题啊 那时候你已经在爱多美了 你已经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而且更好的收入 就比平常人更好 那你看到那些没有收入的人 你是怎么样去跟他们说 怎么样让他们来参与爱多美呢 真的 怎样去影响他们来 第一就是要一直用心 用我的心 自己的体验 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在爱多美的 所谓的它的好 如果你今天真的 你不去试试看 用用看 来做做看 真的是你的损失 你不做爱多美 也没有怎样 可是你做了爱多美 两年后 三年后 你真的会有不一样 那Sindy 这个是第二次的MCO了 对 第一次的MCO呢 其实真的是让很多人的饭碗不饱啊 对 如果你在那时候呢 你还没有遇到爱多美 你觉得你是在做些什么 哇 讲真真 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没有遇到这个爱多美 我的人生真的不懂讲过 相信呢 在每一位这么成功的领袖背后呢 一定都有很多啊 血淋淋的例子 那很想知道Sindy的真人真事 我的真人真事 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体验 我去找我的身边的人 就是自己的亲戚 自己姐姐的女儿 他之前 一照他的时候跟他讲说 加入这个爱多美 是真的什么都不用 不用投资 不用说要存花啦 等等之内的 OK 他们就很信我 OK 既然你阿姨讲到这样好 我们就支持你 那时的他们是以支持这样子而已 然后接下来慢慢的 爱多美一进到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2016年的11月14号嘛 加入了 以为真的是可以想象中的 每天睡觉起来就有钱领 因为跟人家分享那时 一直不断的跟人家分享嘛 哦 原来 是 原来不是这样的 真的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真的是所谓 你没有付出 就没有今天的那一个成就的 所以在那一时 他就看到他的收入不是他所付出的那个对比的时候 他就去加入了一个卫商 然后在那时他有加入卫商 也有期间也是有在用我们的爱多美 这样子 然后他间中也是有一支分享爱多美 可是他那个卫商他一直做了一年 两年 2017 2018嘛 可是我一直不断的在成长 我也是一直不断坚持坚持的 在去寻找我的伙伴们 可以共同经营的 共同前进的一些伙伴 而且你的伙伴呢 是持续的 不是一次性的 对 持续的不是一次性的 所以在那时呢 他也是觉得这个爱多美赚钱真的是太慢了 这样子 可是我一直坚持着我的信念 我就是想每天睡觉起来都有钱进我的敷口 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坚持坚持 直到去年的MCO 我的那个姐姐 他们我的姐姐的女儿 甚至还没有MCO之前 我的姐姐都一直在在讲我了 在骂我说 你不要再来找我的这个女儿了 他还要雇孩子 她有两个孩子 她的丈夫也一直在骂 每天做这些 就是说有功无劳的东西 就是看到她的付出 没有看到她的那个收获对比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MCO期间 真的 她的那一个所谓的卫伤 也是如此而已 这样子就告一段落了 然后那时她也觉得 喂上还要一直讨钱出来 先要奋货 一笔花 然后再出货这样子 觉得也不是什么咯 然后一路来她都有在用在艾段美 然后在MCO她不能出门吗 她就一直在上网分享分享分享 然后你知道在MCO里面 给她真的她的收入增加到五位数的收入 之前都一直 真的之前她一直一直讲 甚至连她老公都在生气我这个阿姨 这样子甚至好像要搞到他们整个家破 这样子我就觉得真的 很过不去 这样在这个MCO里面真的可以看到她 有一个五位数的收入 我也是觉得很欣慰 然后到今天为止 她的老公也不敢再 讲我们了 也不敢再骂我们了 然后我的姐姐也是 甚至还支持她 我的姐夫也甚至还支持她 这样子 然后在那个MCO去年 她也升级了 晋升为钻石大师 真的是有够血淋淋有没有 我相信大家 在荧幕上面的一些会员们 领袖们都曾经经历过 就好像刚才前面有提到的 如果你一参与这个直销行业 就好像变成每个人的敌人 就是好像锅盖楼须 人人庞达 好像你要赚亲人的钱 对对 就好像刚才City有讲 这个姐姐是带大她的 相同她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因为她觉得你在做什么 这个行业是做什么的 好像你在做一个不稳定的工作 你还来带我的女儿 就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 对 那了解过后呢 然后变成马上接受 马上接受 全家人接受 妈妈还会去影响 她身边的人 真的是很感动 是太厉害了 然后在这里真的 我也是觉得 我也是以她为荣 因为我可以帮到人 以往就是做保险的时候 就是一直问人 拿钱出来而已 赚钱吗 别人觉得你要赚钱吗 一直讨人家的药包 从来想尽办法把人家的钱包拿出来 可是这个是不一样 可以真的是真正的帮到很多人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我身边的我的 现在目前我的一位也是好朋友 她也是从之前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是的话 一个碰三个月才碰一次 接下来就是一个月可以碰一次 到今天的她一个月可以碰四次 甚至可以六次 所以这个是真的 你不拿白不拿 都是爱多美所赐给我们的 太真实了这个 是啊 嗯 从没有到有 到每每个星期都有几次 真的 好 刚刚呢 其实Cindy一提到她的女儿啊 她就会眼热热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觉得呢 我要这个问题放在最后采温 不然你知道她整场都一直在哭 是主人分享的 然后呢 就是关于到你女儿 大女儿呢 其实刚刚初成长啦 对 就是18岁啦 可以出来 register as a member 已经是成员会员了是吗 对 恭喜你 真的是很感恩 我女儿也是可以成为 爱多美的成员之一 然后 为什么 她怎样情况下呢 会接受我这个爱多美呢 是在去年的MCO里面 我女儿去年才毕业嘛 刚刚才毕业 然后 小的 全部都是各自有自己的zoom class 然后在MCO期间 我就一直不顿不顿的不顿的 然后 爱多美可以造就我们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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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里 真的 虽然我女儿她在房间里面 可是我的 她的妈妈的声音是特别大的 哈哈 她就真的是 给我影响到很大 然后 在这期间 她有时有得空的时候 她会自己去看回我的那一个slide 我们的整个公司的背景是怎样 公司的那个奖金制度是怎样 然后有一天 她放假的时候 她就跟我讲 妈咪 我 有招了好几位我的同学 要去跟他们分享 哇 真的 然后在她期间 她真的是 我是觉得她真的是很了不起在这里 我也希望我女儿可以以我为榜样 然后因为她也知道看到 妈咪和爸爸在这个爱多美的付出 然后她们今天的那一个成就在这里 她也希望说她也可以扶我们一把 就是可以协助到我们在爱多美这里 然后她也是有帮忙去讲解一些产品 还甚至去找她的老师分享产品 就是她从你平时跟那些伙伴的对话 然后她就慢慢吸收进去 然后自然而然就会讲了吗 就没有学习过 对吧 就没有学习过 就从我这里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过后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简单 她也是加入了好多号召了 她的很多好朋友 来一起从事这个爱多美的事业 就刚刚也是刚刚毕业18岁 然后她也是希望说 欸妈咪 她想到一个很激励我 我现在来协助你 我可以当你的经理人 然后你真的是要做好你往这个星光的路前进 她这样讲 我真的是听到很安慰 真的我这个女儿一路来说真的不会令我担心 我只是可以的话我们就是把最好的 就是做最好的东西 她要的东西我们就会做最好的给她 我相信你的女儿一定是feel到这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Cindy今天已经坐在这里 我相信Cindy的女儿呢 一定在镜头前面在看着 然后呢 其实Cindy的女儿呢 一直很希望妈妈可以站在台上分享 她今天真的做到了 是 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一句话想要跟你女儿说的呢 女儿啊 真的要跟你讲 妈咪真的做到了 希望妈咪你可以以妈咪为荣 肯定以你为荣了 因为你已经真的站在台上了 你也已经是领袖俱乐部成员 妈咪也会前进的 星光的路也是等着我们来前进来完成 好 那再问一问你 关于坚持这部分 你可以用几个简短的字眼来给我们知道 你怎么坚持的 这样讲到这个坚持呢 我一路来就是以公司的那一个社讯来启动我自己 就是每天一直对着自己念 就是真爱灵魂 然后启动梦想 然后再坚持我们的信念 然后还有谦卑服务 阿加阿加阿加 那是不要只是阿加阿加 真的是要去看懂我们这一个社讯 然后我们相信这个社讯 以这个社讯来坚持的走下去 这样我们的爱多美的人生真的是会有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以身作者的领袖 谢谢Cindy今晚的分享啊 有没有看得出呢 整晚的表现呢 就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一个女生 因为看不出她几岁吧 最多30岁 最多30岁 一直在分享呢 就很诚恳的在分享 而且在讲到最让她觉得爱多美最好的部分 她竟然讲慈善 永远不若人厚 对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我真的是很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慈善之家 以前的我到现在都是没有把这个梦给弯掉 其实你一直在做着的 为什么呢 大家都看到爱多美都不若人厚的一直在做慈善这个活动吧 然后呢 我们怎么做这个活动呢 就是因为大家在支持爱多美 所以每一分每一毫 你们花在爱多美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都有贡献在社会上哦 对 而且我们领袖俱乐部的也是有做一些贡献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业都会去做他们所需求的东西 跟公司一起配合前进 这样子 好的今晚真的谢谢我们Sindy 真的很善良的Sindy来接受我们的第一次的采访 也是我们两个的第一次 那希望大家从中可以真的获得了一些忠告 一两句在里面都已经是你很受用的一些金句了 好的 谢谢大家今晚的一人研讨会就到此为止咯 谢谢Sindy 谢谢 谢谢